今天我听说这么个事情啊 一位在某平台上的女UP主 在最近的一次直播当中呢 竟然说抗日英雄都是男人 死了就死了 一群便宜货 朋友们听到这样的话 我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啊 这女孩子年纪轻轻的 就这么大言不传 辱骂烈士 这样的直播在进行 哪怕只有一分钟 一秒钟我都嫌恶心 要知道这句话说出来之后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 那可是公开的网络平台呀 面对的是来自天南海北 不同年龄 不同背景的人 还有很多就是跟她一样的年轻人啊 如果说这个女孩子平时三观症 就是这次懵了 一下子说错话了 所以我们没有检测 就让她进行直播了 也有可能 但是啊 我好劲分析了一下 这个女国主 她呀貌似就是个打拳的 女拳的拳 这一下子我就明白了 为什么她会说出抗日烈士是男的 所以不值钱 这样荒天下之大谬的话 那我就在想啊 很明显这位打拳打的 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了 这不是有不少粉丝吗 也就是说啊 我真不相信她偏激的想法 是刚刚才有的 她应该是一直都有这个思路啊 那么在网站上做博主这么久了 就一点问题没有吗 为什么没有对她进行一下监察和管理呢 说起来吧 我还想吐槽一下个别网站 似乎很欣赏这类打拳的博主吧 他们在网上公开说的那些话 真的是可以播出的吗 记得前段时间 我在某网站上看到有一个女孩子 节省一点用女性用品 也会被他们嘲笑 我感觉在他们口中 这个世界上好像已经不需要另一种性别了 是这个意思吗 说实话啊 对这些人呢 其实我一直都是没什么好感的 但是咱本着有一定包容度的想法吧 我觉得呢 如果他们没有很过激 我不想看 我不看这些人就完了 也不见心不烦嘛 但是啊 通过这个女博主的事情 我认为是时候该做点什么了 因为有些人已经越界了 他们从所谓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转变为了思想偏激 再接下来就导致言论过激 想法偏颇三观不正 而如果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用到一些关键性的立场上 还在公开场合表达出来 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儿 也会对社会上很多人造成不好的影响 刚刚做节目之前呢 我关注了一下这个事儿的后续啊 听说有热心网友把这个女博主给举报了 刚开始啊 她还想狡辩呢 说她没有辱骂诋毁劣势的行为 还威胁说 有一万你们可以举报啊 还说了如果继续诋毁的话 那就是侵害她的名誉权 她还要继续追究责任呢 你说这样的人还要脸不 人家那么多人在直播间听见了你说什么 一个人造谣你 大家都造谣你啊 有那个闲工夫 干点别的不好啊 你以为你自己很有影响力吗 难不成你还真觉得有几个喜欢看你打拳的捧一捧你 你就觉得了不地了 做错事也不认错啊 就是打拳是不是也得讲武德呀 说错话已经不对了 错了还不认错 是不是太假了 随着事情的发酵啊 昨天这个女拳手终于顶不住压力 正式发了个道歉信 说我在某网站直播中发表了 抗日牺牲战士80%是男性 是因为他们很便宜的侮辱性言论 造成了较大的不良社会影响 然后又说了她知错了愧疚了 也希望所有年轻人引以为戒 致敬英雄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首先啊 我觉得只要道歉呢 还是比坚决不认错的强的 但是啊我也要说 这个道歉是不是来的晚了些 在直播之后你没有立刻道歉 而是说网友造你的谣 后来是没办法太多实锤了 你才道歉啊 多少让人怀疑 你到底是真心认错悔改 还是假惺惺的作秀 为了让你可以继续做博主啊 我刚刚又看了一眼啊 好像这个人已经被封号了 虽然她是个年轻的女孩子 我不想说话太狠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说 疯得好 疯得妙 大快人心 怎么不早点疯了她 网上还有很多认认真真做视频 宣传正能量的节目 有的网站就当看不见 不给推 像这样一个三观不正 辱骂我们英雄的人 竟然让她做这么久 发视频呢 做直播呀 不断宣传那些乌烟张气的玩意 这么做好吗 说起来吧 打拳这个事情啊 当然不是最近才有的啊 有些人宣扬女性崛起 挑起男女对立 没完没了的 搞得很多女性同胞被舆论带的呀 什么我不给男人当用人 让我去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然后你就看到网上 很多爽门大女主的故事 可那些都是真的吗 对于女权不是女权这个道理 很多人并没有搞清楚 理性表达观点 呼吁尊重女性性别平等 不是不可以的 但是很显然 如今我们网络上有些人啊 是真的过了 太过了 他们极力的带偏舆论和价值观 表面上看啊 是想在思想上影响更多人 实际上有不少就是被一些势力控制 说不好听话 那就是拿美元办事啊 真正的目的是 为了在我们中国人里 大肆宣传负面和对立的情绪 扰乱我们内部的秩序 一字即之约乱 要知道想要打击对手 最好就是让他们内部先乱起来 越乱越好 他们才能见缝插针 有可乘之机 所以啊 我在这友情提醒很多的女性同胞们 千万别被一些 别有用心的人给带偏了 我觉得我们每个成年人 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吧 男人女人各有各的男 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不好吗 还有我说一句话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啊 男人女人都是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要团结 不能让某些试图 给我们搞破坏的人得逞吧 看看现在有些人吧 已经因为这种极端的思想 继而上升到辱骂先烈 这算不算是极端到家 结果暴露了真正的目的啊 不管今天提到的这位女博主 是带着任务来的 还是就是思想偏激到了一定程度了 这种现象都值得我们警惕 看看如今我们网络上影视作品里 以及现实生活当中 这乌央乌央的女权们啊 她们的思想需要纠正啊 阻断她们传播的途径 势在必行 我也衷心希望 所有的网站和有关部门 可以行动起来 要知道目前的情况 可不是一个两个女的 随便在网上叨叨几句 那么简单了 需要引起我们的广泛 关注和重视了 最后我想说呀 这世界或许不是非黑即白 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 我们必须爱证分明